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会,我是老五,我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马英九最新的一个演讲 马英九称啊,美国人绝对不会为了台湾牺牲自己的一个子弟啊 马英九的这个演讲有点意思,但是啊,这个新闻更加有意思的地方是啊 这个邀请马英九演讲的这个主办单位啊,这个单位非常的有意思啊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你以为大家从这个主办单位以及马英九最近的这些动作就能够看到台湾岛的未来 马英九的讲话没有那么十足的重要,主办单位变重要,为什么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我跟大家讲邀请马英九讲话的这个主办单位他有意思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啊,它代表着一种趋势,再结合啊,马英九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动作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正在发生着一些啊,潜移默化的改变呢 这个趋势是什么呢?主办单位是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啊,邀请马英九讲话的是啊,这个泰国的中华会馆 也就是啊,在泰国的华人组织邀请马英九去讲话 而且呢,这是出席第27届中山讲座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在这个东南亚,基本上那都是啊,这个原来国民党的一个地盘 原来东南亚也是啊,跟这个美国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的一片区域 之前也跟大家提过,1949年,这个蒋介石还没有去台湾之前 蒋介石啊,就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含东南,包含东亚的一些国家 就组成了一个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对不对?在1949年,蒋介石就已经埋下了这个雷 一直持续,就是说啊,这个国民党或者说啊 台湾岛对于东南亚的一个影响力 使用意识形态的一个方式啊 比如说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后来变成了这个世界人民反共联盟 后来就变成了世界自由民主联盟 这个组织还活在这个国民党的内部啊 国民党对于东南亚的一个影响 其实给中国大陆啊,也算是啊 造成了一些影响啊 包含香港,包含澳门 原来都曾经是这个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组织里边的一员 包含香港内部啊 出现多次啊,针对这个左派 然后这样的一些啊,斗争 都在香港内部的左右派的一些斗争 然后他都有这个国民党这些影子 都有台湾那些影子 澳门同样也有 澳门曾经也闹过事 只不过这个右派 也就是亲啊,国民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本,澳门本地人吧 然后他失败了 澳门显得比较风平浪静 在香港呢,也就是右派胜利 也就是亲国民党的设立胜利啊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啊 总而言之啊,从这些角度大家就可以看到 包含从这些历史吧 大家就可以看到 台湾当年是如何控制东南亚这些地区的 东南亚有很多的这个华人 国民党也利用这些华人的组织啊 对于当地啊产生 产生自己的一些影响力 然后这些当地的这些势力呢 跟美国又能够发展关系 然后跟这个国民党也能发展关系 总而言之啊 大家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联盟 比如说之前跟大家讲过 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华 这个政党 对不对 马来西亚的华人政党 原来就跟国民党是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总而言之啊 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 大家就可以看到 台湾原来对马来西亚 对啊 东南亚的一些影响力 东南亚原来的状态是什么 对不对 你就拿这个中山讲座能够举办27届 你就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有历史 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可是走到今天 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什么 那就得看马云九身上带的一些符号 对不对 马云九代表着两岸的和平 马云九可以来大陆访问 马云九啊 可以跑到湖南啊 在那喊 我湖南的牙子 他就回来了 对不对 他呼喊三回来了啊 然后马云九老马家啊 在湖南湘潭啊 在湖南湘潭那个地方吧 他也是啊 这个大家的士族老乡身啊 马云九他们家就是这样 当时啊 这老马家在湖南湘潭 还有自己的保安队 大家想想 在民国时期 在当地啊 能够拉起一个武装的组织 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对不对 要人有人 要枪有枪 大家就知道啊 老马家原来在大陆什么样啊 但是啊 大家可以看到马云九啊 可以啊 游走于两岸 给两岸带来和平 两岸的这个和平 也直接相关联的地方 就是东南亚 对不对 如果发生战争 东南亚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迎来的一个发展的机遇 然后又得陷入停滞 所以说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是希望要和平 从泰国到马来西亚 他都是如此 大家都想要和平 好不容易发展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就有了东南亚 有些国家开始邀请马云九 给马云九 撞声威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马云九身上有和平的符号 马云九身上有两岸化解矛盾的符号 对不对 马云九身上也有统一的一些符号啊 这样的一个符号 他符合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利益 现在马云九 就成为了东南亚的大红人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这一次啊 是泰国邀请马云九 上一次啊 几个月之前 是马来西亚邀请马云九 对不对 然后马来西亚与泰国 原来那都是啊 真的是啊 坚强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样的一些盟友 对不对 跟中国大陆那都是危敌的一个关系 但是走到现在 然后的话 他们在欢迎着像马云九这种政治 这种政治人物 大家没觉得 没感觉到什么样的一个符号了吗 为什么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不邀请陈水扁 对不对 他不邀请蔡英文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大家发现没有啊 最近有消息称啊 日本可能会邀请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那边说啊 否认啊 没有这 没有这档子事 大家看到了什么 谁是卖不出去那个岛的 谁在外面受欢迎 为什么外部的一些势力 他不替蔡英文 对不对 这个敲敲骨助威 他替这个马云九敲骨助威 然后的话 马云九在外边受欢迎 那国民党也不敢直接跟这个马云九翻脸 因为马云九在外边建立了一定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马云九本身在国民党内被冷遇啊 对不对 这真的是啊 在国民党内对于马云九的这个口碑 或者说啊 对于马云九的这个态度 特别的一个冷淡 虽然说啊 国民党内有些人 当年也跟马云九是直接的一个关系 是马云九的子弟兵 但是这些人跟马云九也保持了一个适当的一个距离 大家也就知道 马云九已经在国民党内被边缘化 可是一个如此被边缘化的马云九 在东南亚那边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让大家都在热烈的欢迎着马云九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原因很简单 东南亚发生了改变嘛 那在刚才跟大家讲了 意识形态特别坚强的这个东南亚 然后的话 现在迎来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他也放弃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他也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对不对 也希望啊 做出符合中国大陆利益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大陆没问题 东南亚就有发展 中国大陆两岸台湾打起来了 他们那边就得直接受影响 因为美美国必然要对东南亚出手 对不对 要影响东南亚 所以说呢 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 也会使用自己的一些力量 一些方式 对不对 来支持自己 自己所希望的两岸的那个发展的方向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理阿瓦尔华 讲的那段话一样 对不对 两岸不可能打起来 阿瓦尔说啊 两岸打不起来 为什么打不起来 对不对 因为啊 两岸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矛盾 但是如果两岸打起来了 那是因为美国人在挑事 这是阿瓦尔亲自说的话呀 对不对 美国是坏人 都赖美国 两岸打起来了 都赖美国 跟中国大陆无关 对不对 中国大陆把台湾的锤的锤一顿之后呢 还赖美国 大家没觉得马来西亚总理这个态度非常的有意思吗 他们为什么这样去表态 就是要警告外国的势力不要搞事吗 对不对 你美国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有一个观点 美国有一个想法吧 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 两岸要打起来 美国一直前两年一直在喊 2026巫统 2027巫统 对不对 大陆这边一点声音没有 美国那边就替大陆讲了啊 对不对 2026巫统 2027巫统 美国人为什么替这个巫统敲鼓助威 为什么给这个巫统制造这个新闻的这个声量 僧赞僧 对不对 只要把这个新闻做大做强了 对不对 这个事从没事也得变成有事 美国为什么让人去做 因为有利 这个利是什么 这个利啊 那就是对不对 这个如果打起来了 美国就可以啊 跑去东南亚 然后告诉东南亚 你们快看 台湾岛失山血海 血流成河 对不对 让你们东南亚这些国家 很多的国家都跟大陆有领土的争议 对不对 大陆肯定也得这样来打你 中国大陆可坏了 对 中国大陆打台湾岛怎么打的 失山血海 血流成河 失山的遍野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你们东南亚这些国家赶紧躲到我美国这一边 这是美国的一个想法 美国拉拢东南亚这个心 他不叫阴谋 已经是一个大阳谋了 就是 真的是啊 这摆在台面上的一个事 美国之前 从 从 从拜登啊 布林肯 再到哈里斯 对不对 让往这个越南去跑 往新加坡去跑 对不对 跑了多少趟 为什么美国要往东南亚去跑啊 要拉拢自己所谓的盟友与中国进行对抗 一直遏制中国的一个发展 对不对 台湾 武统台湾也成为了那个工具啊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 但是 东南亚现在直接的表态 那就告诉了美国 哪怕打起来了 坏人是你美国 让你美国人断了那个念想 打起来了 对不对 我也不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 这就是马来西亚总理阿瓦尔的一个表态啊 这个态度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不对 东南亚现在这些国家的这个选择 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时代趋势的一种选择 这个时代的趋势是什么 是大家来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啊 这个变革啊 有可能会给这个人类社会生活状态都会翻 都会带来改变 对不对 现在是高科技行业突飞猛进的一个时代啊 对不对 无论是AI工业 AI还是新能源 在能源上面人类都来到了一个来到了一个机遇 对不对 要替代旧能源迎来迎来新能源的一个时代啊 对不对 想想能源啊 以前烧柴 对不对 后来烧煤 然后到了近代开始使用石油原油啊 当人类的能源 但还有天然气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来到了现在 这些以前的这些能源渐渐的要走入历史之中 大家开始完完全全影响新能源 这个时代都会发生着改变 对不对 那时代改变了 那我们就要发展 不能够落后于这个时代 这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说呢 在很多的国际事务当中也有这种态度 所以说东南亚这些国家与马英九一起僧赞僧嘛 我邀请你马英九来讲话 邀请马英九来之前 大家知不知道马英九是 马英九在两岸问题上什么样的观点 当然知道 就因为马英九有那种观点 东南亚这些国家才会邀请嘛 所以说呢 咱们从啊 东南亚国家邀请马英九就可以看到 东南亚这些国家变了 而且从现在的像泰国啊 像马来西亚啊 这些国家的这个态度 大家也能够看到未来 对不对 那未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现在呢 大家在呼唤着这个和平 对不对 两岸不要打 两岸不要打 不要发生摩擦 哪怕打 那你美国人是坏蛋 对不对 总而言之外部势力 不要影响我们区域内的一些事 对不对 东亚东南亚这点事 是我们自己的事 跟你美国无关 把外部的坏人挤出去 让内部的人解内部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一起求发展 和平稳定向上 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不要发生任何的一些大的变化 大的变动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未来呢 未来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 跟中国大陆关系越来越密切 关系越来越密切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越密切 发展的越密切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就是台湾 对不对 你稍微做点影响你中国大陆的事情 东南亚这些国家都会跟你激烟 现在是美国是那个大坏蛋 未来说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都赖台湾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代还远吗 现在连美国都在骂呀 马来西亚都在骂美国 都在美国你是那个大坏蛋 两岸如果打起来 那未来两岸如果有矛盾 大家点着台湾的鼻子在那骂 都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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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打死你 你活该 这个时代也会很快的到来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总而言之吧 从泰国和马来西亚最近的这些动作 与马英九交往的这些动作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东南亚这些国家 未来那个方向 大家也就可以看到台湾岛最后的那个结果 对不对 台湾可不可以选择不看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态度 当然可以 都在拔俩眼一闭 俩耳朵一睹 总而言之 进到那口井里边 看不见 但是看不见 但是你的这个整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他变了 这个国际的氛围 就会让台湾渐渐的越来越像那口井 就是一个被包围之势啊 哪一个哪一头他都出不去 对不对 经济方面 你能够越来越保守吗 如果台湾岛的经济越来越保守的话 台湾的经济会如何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那你折腾过来折腾过去 对不对 那台湾人饿肚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岛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是台湾最后那个结果 就已经摆在这了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聊聊啊 马英九的这个讲话 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啊 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呢 我跟大家读一下吧 先啊 这个马英九说啊 2016年卸任之后啊 两岸的关系开始倒退 快速啊 走向紧张与对抗 关键于 关键在于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啊 拒绝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又找不到对岸能够接受的新基础 导致两岸面临没有互信 也没有正式沟通管道的危险境地 他说啊 如果两岸走向战争 并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 也不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 今年 今年初在金门发生的这个撞船世界 花了几个月才勉强解决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马英九说啊 台湾备战有其必要性 但高昂的军费是沉重的负担 尤其若军购啊 变成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口中 口中的交保护费 会拖垮台湾的财政 只有利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马英九说啊 民进党政府要认清现实 美国不可能为了台湾牺牲自己的子弟 两岸若发生战火 死伤的都是两岸的中国人 这就是马英九的一个讲话呀 也许有些同学会说啊 无聊无趣 我跟各位讲 没有无聊也没有无趣 马英九这个讲话里面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官员 他对那个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其实这也就是评价了 台湾的军购的行为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点 为什么这样跟大家讲呢 这就要讲到马英九所主张的和平 然后很多同学一听到马英九和平 啊骗骗骗 马英九以前不做 现在还没有用 我跟各位讲 什么时候喊都有用 只要改了 对不对 那就有用 然后他真的是啊 要说有问题 这个讲历史 那真的是没完没了 就像我跟大家聊国民党 都能够跟大家聊到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这就1949年的事情了 对不对 这么几十年过去了 虽然说啊 这个组织还活着 而且活的还行 国民党还养着 虽然说是这样 但是总而言之吧 你真的是要讲历史 那个仇恨 或者那个问题吧 那没完没了 但是咱们得看清楚啊 这个马英九口中这个和平 他那个意义 对不对 然后再再看啊 马英九的这个讲话 大家就会看得比较的一个明白呀 先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啊 这个马英九前面呼唤和平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关于这个和平这个东西 台湾主张这个和平这个东西 很多同学第一反应 对不对 你是骗的 然后你是脱筒 你是想要维持现状 你全是假的 你就是拿和平骗大陆 我跟各位讲啊 不一样 政治外交啊 政治外交领域啊 这个词同样的一个词 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他都不一样 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 和平是国民党 算是全党共识 要两岸和平 别说两岸和平 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共识了 哪怕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 也是两岸和平 柯文哲一直以来 在两岸这个问题上面 要不然就是两岸一家亲呢 要不然就是所谓的 那个大选当中的 两岸和平 台湾自主就这种选举的口号啊 还是现在这个柯文哲 最近的新闻又重复了一遍 两岸和平这样的一个观点和主张 对不对 昨天这样 两岸和平这个事情 其实在台湾岛内 算是主流的声音 起码两个党主张 三个大党 里边有两个党主张 对不对 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事情 民进党得票率40% 还有60%的票 留给了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 对不对 但是这个和平的意义 它不一样 马云九现在喊和平 我表扬 但是国民党很多的人喊和平 我唾弃 为什么呢 都是和平 那为什么哪里不一样 很多同学称啊 这个和平 刚才跟大家讲了脱筒啊 就是维持现状 这是从大陆的视角来看 从台湾的视角来看 是什么呢 其实台湾 尤其是国民党很多人 他拿和平当什么呢 当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 要与大陆保持距离的那种工具 然后的话 而且这个工具呢 还能够骗选票 也是这种工具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和平这个东西啊 被国民党算是玩花了 为什么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有些说和平的唾弃 有些说和平的 我认为很好 因为你 你别把你到最后 堵到一个逻辑的死胡同啊 对不对 然后什么叫逻辑的死胡同 你如果是骗的话 你到最后会承担那个代价 如果你主张和平 你老老实实的 你就去做和平该做的事 那我表扬 马上九现在就是如此 为什么跟大家讲 马上九现在很和平 然后的话 对于两岸问题来说 它不会带来 特别恶劣的一个影响 那就要讲到逻辑的一个问题 台湾的政客讲和平 接下来 对不对 按照逻辑来说 你就应该质问他一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反不反对军购啊 你要想主张和平 然后你还要跟美国买武器 这是和平的行为吗 你不是在准备要两岸打仗吗 对不对 你反不反对军购 这直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马上九现在这个态度很好 刚才给他读了 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军购啊 会拖垮台湾的财政 有利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这个观点他起来了 反对军购 确实台湾买那点武器没鸟用 对不对 台湾买武器只不过是给美国人交的那个保护费 现在美国啊 这个特朗普把这个话都讲的如此的一个直白了 台湾那边还得主动表态 我就想要当那条狗 对不对 我狗狗骨头 对不对 我自己买那个骨头 对不对 台湾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观点 对不对 那你喊和平你都是骗的 你要你要支持那个军购的话 那你就肯定就是骗的 你你你准备两岸战争 你给我讲你要和平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唾弃就这种行为啊 国民党内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 而且自明得意 对不对 认为啊 我可以骗得了大陆 你骗得了谁啊 你那个逻辑是是死胡同的逻辑 死逻辑 你绕不过去 为什么这样跟大家讲 也许啊 那些啊 台湾来营的这些 这些人 他可能会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啊 对不对 说什么 这个你要和平 你别军购 他会说军购买武器也是啊 这个为了和平 对不对 然后哪天你要打我怎么办 他会这样来解答 那行 你接下来就可以问他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对不对 两岸到底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那你到底是啊 准备为何为谁为谁而战呢 你为何而战 你是为了这个这个中华民国而战 那两岸就是内战 内战的话 对不对 你现在买武器 那你就别喊和平了 你打内战 中国人打中国人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不想打内战 那咱们就就啊 移动政策吗 九二共识吗 走向九二共识啊 把移动喊起来 对不对 好好的去谈判不就得了吗 所以说呢 你说那些主张 想要买武器的 给美国交交保护费 嘴上喊和平的那些国民党们 对不对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骗的 对不对啊 其实啊 这就是国民党 特别令人作呕的一个地方 小心思用的特别的多 就骗来骗去 糊弄过来 糊弄过去 对不对 像马英九这种人 起码在这个国民党内 基本上已经出于泥 对 多多少少 没有没有被染着 对不对 反正是啊 总而言之吧 他现在啊 既反对军购 也支持和平 也支持九二共识 值得表扬 他比国民党内 很多的人都要强 可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人 对于国民 对于这个马英九 意见那么的大 对的那些人 也说我和平 对的 马英九是骗的 为什么对马英九 意见那么大 因为马英九在实质的 做着某些东西 其他的国民党的 那国民党内的某些人 他们是在 借着某些东西吧 来赚取自己的一个利益 这个利益是什么呢 很简单 对不对 跟大家讲 这个台湾岛内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两岸的观点 有一个啊 是一个 有一个状态 是一个敌对的状态吧 和平与台独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啊 哪怕说是这个民进党 赖清德去选举的时候 这一次那个总统大选 也没有喊台独 喊的是 对不对 从抗中宝台 变成了和平宝台 民进党也喊和平 大家没觉得很神奇吗 刚才我跟大家讲 和平这个词 在台湾岛内 是主流观点 那个主流观点 我跟大家讲的也是啊 民进党得票40% 然后60%的票 给了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都是喊和平的政党 但是哪怕是赖清德选的时候 也喊的是和平宝台啊 这和平这俩字在台湾岛上 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共识 但是大家赋予和平的这个意义 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然后的话 赖清德 然后选择与大陆进行对抗的一些政策 但是啊 有点 尤其是啊 对着大陆喊那种新两国论 那种台独的政策 与和平 形成了一个对立 但是 大家又会发现 另外一个神奇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国民党 以及国民党的一些附随人员 对不对 一些网红啊 等等等等 他们就特别喜欢 说啊 这个民进党 它就是个态度 我们国民党是和平的 国民党 这个和平又成了工具啊 我们国民党是和平的 民进党就是个态度 它怎么着都是态度 而且还得酸这个民进党 他态度 他也不敢打仗 那怎么着 你国民党敢打仗是吗 对不对 大家可以观察 最近啊 台湾蓝营的一些政棍 还有蓝营的一些网红 都在表现啊 国民党 他是最硬的 对不对 民进党一打仗 对不对 那就贵了 那民进党 他是来大陆赚钱的 对不对 开始给你做这种舆论的一个导向了 然后总而言之 一边说着这个民进党 不敢为了这个态度做事 另外一边说着这个民进党 对不对 台独啊 他们就是想要搞台独 他们就是纯粹的台独 为什么台湾蓝营这么搞 就是说着小酸话啊 骂着这个民进党 然后总而言之吧 这民进党简直是 简直就是一个完蛋玩意儿 对不对 又要做台独 又不敢为台独啊 奉献自己的一个生命 那民进党这个党完全完蛋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对不对 国民党这是在用道德谴责的方式来攻击这个民进党 但是这种攻击的方式玩假的 什么叫玩假的呢 台独这个东西也是工具啊 就国民党一定得让这个民进党是台独 民进党不是台独 他国民党就没价值了 但你明白吗 这就是啊 党争 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党争 民进党必须台独 你不台独都不行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的那边呢 也会啊利用台独 因为利用台独可以吸引一部分台独的选票 对不对 这个台独这玩意儿彻头彻尾的成为了台湾岛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工具 大家没发现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吗 对不对 可是呢 你真的是啊 要以这个台独为敌啊 台独都是大坏蛋 国民党内的这些人主张和平 反对台独 有那么一些人 对不对 如果说认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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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是坏蛋 民进党是大坏蛋的话 那你就 那你就 对不对 然后呢 给这个台独上一课 或者说教育一下这个台独 惩罚一下这个台独 如何惩罚 如何惩罚 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 对不对 你跑到立法院里边 你搞台独的公投啊 你国民党推 你看民进党支不支持 你国民党本身就过半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结合啊 这个民进党这些人 大家一起 对不对 来主张台独的公投 台独视线 台独修线 改国旗改国号 国民党你干了 你看民进党是支持还是反对 敢不敢做呀 对不对呀 去做嘛 为什么国民党这些人不做呀 这答案很简单嘛 如果坐实了 那个 那个一个暗龙 一到门前的啊 一个门前的门前门后的两只狗 本身在那汪汪汪汪汪对着叫唤 这门打开了 俩狗都老实了 绝对不打架 等门关上的时候 继续的汪汪汪汪汪汪汪 这就是台湾的两个党 玩真的没人敢玩 对不对 你真的是把这个台独公投搞出去啊 你真的是把什么修宪 视线这个事搞实了呀 搞实了大陆 马上就得惩罚台湾岛 对不对 可是呢 国民党为什么不这么去干呢 国民党拦赢的一些政棍 天天喊着 你大陆不武统 对不对 你大陆不武统 你大陆不这样 你大陆不那样 行啊 那你可以国民党 努把力 坐实了台独 让大陆去武统吧 你去立法会 立法院里边 台独公投 对不对 提这种提议呀 你国民党为什么不做呢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就是不能玩屎了 然后的话 永远在这个圈里边 慌了慌去 其实啊 台独这个议题 在台湾岛内 都变成什么议题呢 就跟美国的那个大选一样 什么吃枪啊 对不对 这个什么 要不要这个 把这个吃枪的 这给废了 对不对 老百姓不能够 不能够用枪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议题 另外什么堕胎 对这种议题啊 然后如何的 不能堕胎 一边是啊 一边是必须得堕胎 不堕胎的话 那孩子生下来 那不是我们爱情的接近 那被强奸生下来 不让堕胎 你太过分了 就美国那边天天在吵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是什么 这种问题是不撕破脸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这种问题呢 可以壁垒分明 把这个社会撕裂的问题 然后让自己的支持者 越来越支持自己的一些议题 而且这些议题绝对不会给你讨论出一个结果 美国关于什么拥枪啊 持枪啊 对不对 美国关于什么堕胎啊 讨论什么多少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议题对于美国两个党有利 对于台湾岛同样也是如此 对不对 对于台湾岛同样也是如此 台湾岛也想这么干 利用某些议题把这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部分 让台湾岛的两大政党从中于立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大家发现没有 对不对 台湾岛永远就在这个圈里边晃了晃去 就跟个无间地狱一样 台湾的老百姓呢 就配合着台湾岛的这两个党 永远在这些傻 傻差一提里边 让在那吵了吵去 你怎样 你怎样 你知那呀 你这么傻台独啊 对不对 你小鼻子小眼睛啊 你卖台呀 对你中共的同路人呢 天天就这么骂 社会彻底的撕裂 那对于这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人 那就真的是个大好事了 对不对 然后矛盾 主要矛盾变成了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上面的人一起开开心心的 携手发大财 对于某些问题 我绝对不给你那个结果 哪怕那个结果那么的明显 我就不给你 那么那台湾岛就跟一个无间地狱一样 然后呢 要永远在这些问题里边吵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些问题 他都有准确的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就要讲回今天最开始跟大家讲的了 这个时代的趋势 东南呀 这些国家敏锐的感受到了这个趋势 也顺应这个趋势 也从这个趋势之中得利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台湾岛的那个未来 它不可能一成不变 不可能维持现状 对不对 台湾岛只能如果说 然后的话继续啊 老想着在自己的岛上玩这种 就是说党争的游戏 撕裂社会的游戏 老百姓斗老百姓的这种游戏 那就永远只能在自己的岛上玩 外部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就像我跟大家讲 从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到现在 从马来西亚泰国 现在的这种表现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别人都在改 改变的速度 而且还极其的一个快 你台湾呢 你不敢 对不对 你不敢 然后的话永远啊 对不对 糊弄着台湾的老百姓 从中余力 拿台独当工具 拿和平当工具 而且自名得意 认为自己特别聪明 我只要喊和平 大陆就拿没辙 大陆你拿你有100种办法 要不然用100个问题来问你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你喊和平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你干嘛要军构啊 你军构说你要保护自己 对不对 有有枪了 我才能够保证 我自己的一个和平 可以啊 那有枪你要准备跟谁打呀 如果你要跟大陆打 那你凭什么打呀 你为何而战呢 你是为中华民国而战的 还是为台独而战的 那你要为台独而战 那你又是个叛乱政权 打死你 你为了这个中华民国而战 那你要不要谈呢 对不对 你中华民国 对不对内战呢 那中国内战的一部分呢 那你要不要谈呢 一中政策 有什么问题吗 九二共识 对不对 一中 一个中国 这有问题吗 如果说你不承认一个中国 对不对 你不对 你不同意九二共识 你不来谈的话 你给我说你顶着中华民国 你不是骗吗 对不对啊 内战 内战 那不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打的呀 国与国那叫外战 对不对 内战是在一个国一个国家之下打的一场战争 那既然你如果说你为了中华民国而战 那就是内战呢 那为什么不接受一个中国呢 就一百个问题等着他 就 但是的话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 以为可以 我拿着拿着和平 能够与大陆保持距离 你不管从你的这个初心 就是台湾的国民党的某些人 就这种出发点 然后顶着和平不为和平做事 以为自己可聪明 骗人可聪明 你小心挨大嘴吧 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 他逻辑上有问题 对不对 台湾人也不会 稍微长脑子的台湾人 也不会完全支持啊 这样的一件事 然后到外部也在发生着变化 中美博弈发生着变化 整个地域在发生着变化 从东亚到东内亚都在发生着改变 台湾岛 对不对 你不可能像美国那样 远远的远离于欧亚大陆 在北美洲 而且美国国家实力强 他自己想要怎么玩怎么玩 你台湾想要跟美国人一样那么玩 你真的是不知此活呀 你对于这个时代的趋势 你没感觉 永远想要困在小脑上 自己玩老百姓斗老百姓的游戏 自己永远当那个人上人 当那个门阀士族 地方派系老乡生 高级的外省人 新型的企业家 那真的是做你的春秋大梦啊 到最后会把自己玩死 你小 你还不知道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你说你不死 他谁死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马云九在泰国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有意思啊 如果你能够感受得到 这个新闻带来的这个时代的变化 那是个好事 但如果感受不到 台湾岛 尤其是台湾岛 存在那个代价了 大家等着看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留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没有 没有 感谢观看